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增加5% 感觉上是比过去好一点点 那另外今年全年度目前看起来这个数字累积到今年全年度的移转动数 差不多会是29万栋 之前这个严总也说过差不多30万栋的话代表景气已经复苏了 已经落地反弹 不过29万栋也蛮不错的 这是触底以后连续三年的呈现一个反弹的走势 那么也反映今年大概是2016年以来 房市整个交易最好的一年 但是交易变好了 这个买卖移转的动数增加到29万栋 代表房市的景气真的要回春了吗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我的好朋友 我们戴德良行的严秉丽严总经理 他说话了 大家知道他有很多的京剧名言 像是什么 什么无言的结局 扣连软回再回吧 什么什么房市辛酸史一大堆 但是他现在改口了 哇塞严总怎么了呢 他竟然说2020年的房市会春暖花开 有这么好吗 他说春暖花开虽然没有到怒放的地步 但是确实会春天来了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他公布目前他们戴德良行的一个统计数字 2019年的这是第三季土地交易量 是新台币881亿 那么扣掉地上权交易的部分 今年前三季 土地的交易量非常热络 是2314亿这是历史新高 所以他代表的意思是 7成以上的开发商在买地 买地干嘛呢 严总说在储备面粉等东风买一些原料 代表未来的时机是看好的 就等东风之后再继续来推暗 代表对未来的景气 虽然现在不确定性还是蛮高的 但是是看好未来的景气 所以这是开发商对市场偏正向的态度 所以严总认为 大家最担心的 选举 选举不是一个不限定因素吗 是一个很大的问号 他说不管明年初总统大选结果如何 他说从开发商的角度来看 他们的心态是最差的情况 差不多就是这样 所以把土地先传后 不管如何 他觉得土地这部分呢 至少会有三成的获利空间可以期待 所以他觉得这个时候买土地的建商是赢的状态 台湾房地产市场最坏的情况已经过去了 以上是引述我们这个严丙丽严总先生 大家之前说好像看空房市 他现在转了 说2020年会春暖花开 那现在可能很多人很急的说 那是不是现在赶快买 再不买是不是会来不及了呢 今天我们节目要讨论的重点 是不是房价会因此会渐渐变贵了呢 不严总也有说 接下来是这个拼量拼价的阶段 可能明年大家会看到 很多因为现在市场上的房子 包括了预售屋中乘卧 新乘卧这些量还是蛮大的 好我们又来看到这个数字 可能也是大家比较忽略的 我们今天特别把它放大 来跟大家报告一下这个数字 这是什么 这是房贷的风险权数松绑了 银行业说是房市大利多 还有这个利多你知道吗 这是金管会从明年起 要放宽零售型的放款的曝险金额 那是用75%的权重 现行1000万提高到2000万 这什么意思 我们待会会详述 那房贷会从明年第三季 开始采这个放款陈述法 最低的风险权数 从目前35%降到20% 风险权数降低 意思是说钱会放得更多出来了 房贷部分也会再增加 包括呢 这个目前是用45%的风险权数 降到35% 还有这边特别注意 非自用住宅第二户以上 那么就是之前大家比较担心 投资客的部分 银行的资金或房贷会比较紧缩 但是非自用住宅 只有投资意味的 从百分之百的风险权数 降到百分之七十五% 也就是放出了百分之二十五% 那这个是难道政府开始鼓励大家继续投资 要囤房了吗 不中产市场真的会因此热起来了吗 这是2020年银行业认为是房市的大利多 那对我们来讲房市要起涨了吗 你现在该买该卖 我们今天会深入来讨论 马上来介绍我们今天现场的来宾 第一位是大家很喜欢的房产达人 四位欢迎 大家好 这个乌比创办人郭华哥欢迎 大家好 好另外这一位这个小智卓看过来 大家可以这个来看看 今天也是个典范 七年级小资女已经买房子 而且很蛮会赚的罗杰宇 欢迎杰宇 大家好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 为什么今天特别讨论房地产市场 今天股市涨很多 股市涨很多 但股市涨不奇怪 因为在一万一千年之上 今天又创新高了 那大家更关心的是 房地产市场回转了嘛 要谈是不是 严总竟然在这个 廉价这附近的时间 他挂包紧 他说明年房市回村 要严比例想上的话 其实不太容易 其实蛮简单的 他平常讲的话你也知道 没有他二十年来讲的话 其实我们大概都知道 我好想要call out 跟你们对谈一下 我们可以对抢一下 就是以他的那个身份跟立场 其实金华城已经打电话来警告了 警告他不要再乱讲话 警告我 警告你哦 谁警告你 讲一下 金华城警告你为什么 我讲什么 我讲说就是你画面这个照片 这一个 那个旋转的那个大楼 我不是这个 不是达恩大人 跳回去 那个旋转大楼这个 他那个 严总不就是来 你做了什么 不是就是他之前不是金华城 那个左手卖右手嘛 对啊 金华城卖给自己子公司 那然后就 等于是利用买卖的方式取了贷款嘛 对 好啦 严总说房市回春了 春宴到了 对土地回春了 对 先你们表决一下好不好 你们认不认同严总说的 表态一下 严总说明年房市要回春了 不赞成不赞成 土地回春了 我没有说房子回春 2比1 土地回春 房子没有回春 好 好 去讲土地 第一笔最大的当然是金华城的拍卖 谁做的 严秉立做的 那严秉立说市场不好 然后能拍这么高吗 不行嘛 所以那不就是自己要做自己的局吗 自己讲的话说回春了 然后那个成交 创新高价价 去证实他自己的话 去辅助他自己讲的话 你懂我意思吗 谁估价的 严秉立估价的 因为他必须要跟他的买卖的业主去提供说这个估价报告嘛 就是这个房子值多少钱 好 第二名的土地拍卖是谁 是台中的社会住宅 对 就是台中本来那个前市长规划3500户的社会住宅 后来被现在的市长卖掉 好 那你说这个叫做回春嘛 不是那个是政府要把那个社会住宅卖掉的一个做法 所以一个是自己左手卖右手 一个是政府要处理掉社宅的问题 你觉得回春了吗 那不就是很扯吗 所以你说今天严总说回春了 我觉得 严总是站在个人立场 个人利益立场 讲这个话 好这段把它录下来 下次播给严总看看 他一定会来骂我 他是我学长 反正这个房市里面口才 你们两个大概是口才最好的两个 没有他好很多 我太烂 现在你又太谦虚了 是是是 不过网友现在还蛮多人认同 说好像真的回春了 大家有什么感觉 你是发现什么迹象觉得回春了 麻烦留言让我们看一下 郭华哥你刚刚说土地回春房是没有 对我们严总他主要讲话的对象 其实不是我们一般的庶民百姓 他就讲开发商 从开发商角度来看 他主要的对象是一般的建商 或者是一般我们这个工商的人士 尤其是这一阵子 这个台商回流的资金非常之多 那这些钱 未来要进入到什么地方去呢 当然就进入到所谓的厂办土地 建商又要囤地 为什么呢 因为对建商来讲 事实上现在房子都卖出去 套牢是套牢的这些手 谁的手上是一般的消费者 在建商手上事实上是套牢的 几乎是很少的 所以它是他们看来的 储地存地 那资金这么多回来了 到时候不是只有建商在买地 一般的上市上规公司 可能也会买地 所以它趁这个土地还没有涨上的这些 先囤地 这样的 所以这个囤地交易对象 可能是一般的企业台商回流 工商人士 对 那严秉丽严总呢 它主要的对象就是这些人 那所以呢 它讲了让大家听起来开心跟高兴的话 是对的 但是一般我们 所以它叫严总请吃饭 最近业绩很好的意思 对一定可以 挨了很久 卖玉兰花很久 最近不错 是的可以 所以一般我们的树民大众 一般我们小老板现在买房子 还是要根据市场的一个整体的状况 来做审慎的一个判断 该溢价的要溢价 不能进去买的千万不要进去 OK 所以现在房市你觉得还是蛮冷的 慢慢有一点回春 但是还不到热的这样的一个程度 对 所以还是要仔细挑 好好溢哦 OK 好 这个结局小制作代表 你有这个感觉吗 回春了吗 就是对我这 就是投资股市来看 我是觉得就是 你还投资股票 就是QE的部分 我觉得一直印钱 因为我那时候大学毕业的时候 房价其实已经涨了有几倍 但是到现在可能还是有持续在涨 可能有些淡航区或许会跌 但是我觉得有一些新北市的地方 或许就是还有机会可以进场 新北市地方 新北市还有机会可以进场 对 你知道你这个右边的右边的是新北市 你这么大 看空大户吗 我不是只有新北市 小朋友说新北市还可以再进场 你觉得呢 十卫哥哥 其实就像颜总觉得房市大好一样 每个人都有看法 就是说今天谁住套房是他的事 但我提醒一下 几年前新庄富都新当时 土地拍卖一下子卖光光 对 新庄富都新 你也听过吧 从那一瓶30万炒到80万的那个地方 卖光光这样 然后土地呢 建商死命囤一下子 一下那个一瓶 最过到300多万吧 200多万就是土地 地价的潮很贵 结果后来现在也是 电商死的死 惨的惨 投资客也是套的 套的惨的惨 房价也是回到一瓶三十几万 OK 对 好我们等下再来辩论一下 为什么小朋友觉得是可以进场 现在又开始有人在问 各地的行情可不可以 忍耐一下 我不知道待会有没有空来解答 先点菜 先点菜 先来看一下 今天有些新闻 有些新的东西 大家先了解 刚刚我们开始跟大家讲的 这个房贷的风险权数 风险权数松绑了 是银行业认为这房市大利多 这个风险权数是什么 可能很多人还不知道 我还要帮我们大家解释一下 好不好 这个的意义有多么的强烈 OK 银行是这样 他是去收这个所谓的存款 然后再来放款 那他不能说收100块就放100块 所以他一定有固定的比例 那这个比例就是所谓的 风险指数的一个标准 那银行怎么看 怎么看呢 就是以他的自由资产 加上他的风险贷款的 乘数的金额当分母 然后自由资产当分子 那控制在一个8%左右 这样一个范围 那现在是说 在8%以下都可以放大 那怎么放大呢 8%是不能动 自由资产不会增加 所以他就把分母 那个可以放款的风险 把它拉大 所以就会低于8% 你知道吗 那意思是说 以前100块只能放 比如说50块的 现在可以放宽到60块70块 那银行就更多钱可以放 房贷比较好贷 对啊 你没有发现最近去银行 因为银行烂头存太多了 银行的钱真的很多 大家都存了不投资 所以他钱很多 那这个钱又没有被借出去 银行要赚什么 所以显然他必须要放贷出去 那银行尽管会放宽这个部分 就是让银行可以大肆的做业绩 做业绩 还做炒蛋 做业绩 他可以做出很多的业绩 因为银行需要消化 这个情况是这样子 OK OK 资金变比较宽松 那特别是个非自用住宅 第二户以上 这是投资客吗 对 非自用住宅 以前不是绑得很紧 百分之百不可以吗 这一条是专门绑房地产 现在是鼓励大家开始投资了 刚刚那个放款 基于各种土地 建融或等等 贷款等等 但是这一块呢 特别是针对所谓的 自用住宅跟非自用住宅 也就是说当你是为 很有钱买了第一间房子 你说看起来会涨 我要买第二间叫做非自住 好你第一间可以贷款 七成五到八成 你第二间 请问是要自己住吗 不是 不是要出租吗 哦 那你不是已经有一间房子了吗 你还说不是 这个就说不正确的话 不要说说谎 然后呢 OK 那就只能带你六成 一般来正常我们讲 可以带到七到八成 可是像这样非自住的第二户 它就带六成 所以让你可以进入投资市场 你带六成 你是不是要准备四成的自备款 那以前呢 只要两成就好了 所以你四成是可以炒两间 对 两间嘛 因为可以带八成嘛 现在就是要你四成自备款 所以你只有一户的钱 不能炒两间 所以这个部分呢 其实就是 你买了没 我没有 其实这个就是银行跟金融业 开始对于房贷的受信 这个额度跟比例在放宽 那这个部分 所以从这个位就识起来吗 会有一点是蛮 会有 会有 有可能 因为成本很低的嘛 贷款额度会高嘛 会有要小心 OK好 斯威你要开始转型了 不不不 现在已经一堆人问了 从乌日问到新庄台中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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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跟你讲 问题是在于说 银行今天想要赚钱 这个其实出自于银行想赚钱 你说央行怎么放宽 就是金融业想放宽 就是银行想赚钱而已 跟你在房市能不能获利是两回事 房价跟这个银贷是没有关系的 因为银行本来就是想多赚钱而已 现在是不好赚 所以这件事情 只是银行想赚钱而已 跟房市景气 一点关系都没有 除非银行资金要去炒房 对 银行想赚钱 银行只是想赚房贷的钱而已 对 可是他因为想赚钱 他可能在贷款方面就更加宽松嘛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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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条件都一样都一样没有利率稍微低一点点但是其他都差不多 利率低一点就有影响了 一点点那是全球 我们看一下这个是正大地震系的这个教授林索玉教授他怎么说的他说尽管会松绑房贷风险他认为房市就要靠金融面来支撑 他的说法是说政府想借着炒热房市来活络金融市场跟景气那么越接近这个总统大选的话动作会越大那么对房市的交易的量能是有所注意的但是他觉得从金融面银弹来支撑会恶化房市的投资报酬 还有将这个风险的不对称性提高那么过多的钱进入房市对经济长远发展无异对这个居住正义来说是遥遥无期不过他的利润基础是认为其实这个对房市真的会有刺激的效果 不是其实没有其实是没有因为对于银行来讲钱在银行里面放在那边生锈跟拿去放贷其实对银行的想法一定是拿去放贷才能赚到钱 利率变地大家也可以货是嘛所以要不然银行会烂掉银行会倒掉啊它其实差别在这里啊可是问题是说你的薪水有没有涨也没有啊房价一直涨了吗你赚到钱了吗也没有啊那我们回到一开始严总想法因为严总其实认定了对我们的政局啊就是总统大选已经结束了真的吗是已经结束了 没有啊他已经讲说这个什么你放心他已经讲2020了他这个报告我看好几遍哪一句有写到他已经讲到2020了今天你又没有未卜先知难道神告诉你说2020总统是谁吗 以上是十位讲不代表本台言论是所以说他认为其实大家看民调也知道2020差不多了所以目前的景气呢前三年怎么样第四年第五年第五年等于是这八年都是一样所以你不要太期待说政局改变造成房市有什么向上冲的一些机会 没有我觉得我可以做一点补充啦因为这个现阶段事实上这件事情资金的活络以及大家想做更多生意这件事情就是刚刚这个杰宇提到所谓QE的这个状况事实上也是这样子啊因为银行很想抢现在这个所谓资金槽的一个空间啦所以其实并不是一定炒房啦但是这样资金宽松确实会对房市的这个弹药会变多那有可能会被炒房的这个动作会再起来 现在真的有人开始要炒房了吗因为利率很低啊你看贷款利率降到1.6耶然后呢这个利息又降低然后贷款的层数又变高我本来500万我本来不想买我现在拿个200万来买对不对然后可以带到八成然后利率那么低我读读看啊 不是可是其实对啦可是利率低已经讲了大概五年有了吧这五年我们每次上节目都讲利率低利率低从不同台的邱轻宇跟你合作到现在都会讲利率低利率低低到现在一低就对了还是利率低啊的确低蛮久的啦他是说还得更低啊不会高啊全世界现在都抬不起来都是低嘛那现在怎么办呢我们来看这个铸展杂志的分析现在的买一期是M型化啦M型化什么意思就是低单价低总价这个小资组或者年轻人首购组织主力产品在这边那这些地方就大家刚刚才在 问了什么林口新庄什么龟山这些等等板桥这些等等的那另外的品牌力比较强的是另外M型化是品牌力比较强的但是房价稍微相对比较高的也是有买期在支撑这个现象会继续维持下去吗会的这个会的因为这个我想这个中产阶级已经几乎快没有了往两端靠不是就靠到低产的比较多啦靠到高端的比较少那这样的情况建商其实已经看准这样一个趋势所以他在推案的时候已经朝向所谓的低总价然后低单价这样推 那这个又符合现代年轻人本身的一个财务的一个状况所以还蛮多人会去买的我前天我前天做一台Uber做一台Uber他说我说Uber最近这样子快快要被close了怎么样的乌比做Uber再讲一遍乌比做Uber是是是是对结果呢你怎么好你怎么好用心在跑因为我看他很客气然后说你一开始又开Uber不是他说他原来开什么火锅店然后最后我问他说那你你这样跑一天 一天跑多少十二三个小时每个月有收入大概八万块因为跑十二三个小时对啊每个月收入八万块很好他说没有还是很辛苦我说为什么因为我买房子买在淡水新市镇然后呢因为便宜便宜然后跑去买然后觉得便宜他怎么讲呢本来只是想买个两房来住啦后来一听只有十八九万干脆就买大一点就买到一千万他买贵了十八九买贵了耶买一千万之后他其实根本不需要 他还没结婚嘛结果买了一个一千万在背然后做那个shabu shop又赔了五百万对所以他一千五百万shabu shop可以赔五百万喔手摇背也可以赔五百万你知道吗是啊所以结果呢他每个要为了那一千五百万他要去还他就要努力跑好我的意思就是说确实是会M型化为什么因为我就是没钱所以我去买那个低单价低总价的地方可是你去看的时候一看哇哦隔25平这么大金我又买得起就买了利息又那么低就买下去结果就惨了 你看这间房子我预计啦不要讲太那个低单价遮掩其实也是保抗价的事情至少绑他15年以上他繁身不了15年生活就整个被绑架了对啊你看看他每个月要还8万块光贷款要还8万块他身体撑得到15年然后每天他工作12个小时他不敢生小孩他不敢结婚你知道吗没有时间他工作12小时耶所以这个疲劳驾驶很严重像最近那个外送达人都出事情真的那个好危险喔大家开车真的行车送什么东西都要特别小心不要为了赚那个时薪 很多人啊很多人就是这样子所以这个看房子一定要按照自己的需求然后呢去找到自己总价符合的需求的地方然后好好溢价喔绝对不因为刚刚这样的贷款容易喔然后钱好借喔就买金额过大啊这个都未来对自己产生很大很大的困难好个别区域我们待会后面来讲我们先来看看因为刚刚讲到年轻人我们今天年轻人的代表放眼望去我们不用互看你就是这个阶约哇哇哈哈你这年轻人偶像啦很多人因为你现在撑着还不买房子是撑着 还要继续撑可是结语买了七年急生不靠爸不靠妈自己存钱买房你买在哪里我买在新北市三峡北大也是我们刚讲那个区嘛对M新花另外一个嘛低总价低单价然后那时候就是坪数是28.79坪然后屋宁大概是三年左右然后买价那时候成交价是678万自备款是138670万那一坪多少钱 23.523.5三峡北大这个价钱年轻人好入手那你怎么存钱呢你当时什么评估你要买这个房子那时候因为我是土生土长的土城人那因为就是然后他在那个可以讲他在那个股东公司上班吗集团里面对然后那时候就是因为在土城上班就想说多看一下那个土城的房子顺便离爸妈比较近这样子然后 因为一瓶大概都还要三两年前大概一瓶都还要30万以上土城三十几万对然后连那种老公寓可能就是都超乎我的预算那时候预算大概是700万左右因为我那时候存了150嘛然后我想说算两成大概140再加一些其他的费用对所以我自己抓的预算是大概700万左右对然后就是刚好因为我跟我先生要结婚然后他在桃园上班然后刚好就是中间点这样 选在三峡的原因这样那就是土城太贵去选三峡的意思对然后就是选屋的话我是比较倾向于就是就是厕所要就是要有对外窗基本上就可以筛选掉很多房子你特别讲这一点厕所要有对外窗因为我不知道因为我觉得台湾如果吹南风的话比较潮湿那可能如果没有对外窗的话里面可能时常发霉OKOK哇好特别你先看到这一点你买价这是678万跟你原来订了700万蛮接近的也 恭喜一开始就是谈到这么好的价钱吗没有那时候其实屋主开价是798798对那因为我自己的预算是700所以我一开始是跟他开690那当然一开始屋主是不太就是不太愿意接受对那后来就是过了大概两个礼拜吧就是房送也回来谈就是说这个屋主可能愿意接受这包括装潢吗没有没有这就买房子的OK对然后那时候就想说 就是他又回来谈我再猜他会不会是有缺资金所以我就跟他讲说我不要我要再降一些对所以我又开家就是重新喊678万这样对你现在觉得房贷的负担会很重吗因为我们常在讨论说节目中常常说年轻人该不该买房这思维是比较反对的没有没有没有有钱就买没钱就租有钱就买那听看你的这个资金的水位是购买房的吗你自己怎么算那时候因为我大学的时候就是因为我是一个闲不下来的人所以就是一直 一直想要就是找了很多打工的经验然后那时候你旁边这三个都是然后那时候大学就找了很多份打工然后也就是存了一笔钱那一刚开始就是其中有一份打工就是做那个鸡排摊然后想说哇那个获利好像还不错然后大学毕业就是就是自己也去顶了一间鸡排摊那后来因为你老板不是很讨厌人家卖鸡排吗那是以前那是以前那是以前然后就是赚的钱都付房租 所以等于是说都没有什么就是收入所以后来就是想说就停损掉好了然后也不想要就是22k然后就是去做一些像宏达电技术员啊助理工程师这样做那现在是在就是鸿海集团当那个总务这样子OKOK最终存到多少钱这些你刚说150万对150万那扣掉你现在的房贷房贷差不多1万嘛加本息的话 本金加利息的话是2万2万22万喔很少啊他才在500多而已啊姐姐这个我买的房子多他100万我当初买是买780他678嘛他100万然后呢你看他刚刚溢价是他一瓶单价27万多他一到23万多一到一瓶4万多溢了17%所以他也是很认真不是只是有钱有赚钱但是他也会溢价那他现在一点多%其实这个是 才2万多我当初每个月缴快5万耶我是13%耶缴了快5万的这个这个利息跟本金那我觉得啦对他来讲我看起来你看刚刚我们在捧外的时候跟他聊天他几岁啊他才32岁对他一毕业的时候刚好是2008金融海啸的时候对不对200920102010金融海啸刚好发生过之后他在读书的时候再碰到金融海啸对显然他对这个整个金融还有这个这个世界的趋势都掌握 我很清楚那像他这间房子我看起来他刚刚在外面谈他非常成熟耶他不是只有32岁他是有计划性他大学毕业就存了40几万了好不好是啊现在很多年轻人到现在30岁月光水还很多不不不大学毕业就赔40万学贷啊就负责40万所以他是很会开源节流的人你还做了好几份工作奇怪这个刘凤和老师又上来说储蓄型保单不要乱买他是有预言之后他是先知吗知道能买储蓄型保单应该是 他真的有买啦应该是说那时候就是大学的时候业务员就是有跟我讲说可以推就是这个利率还没有真的有他目标客户群啦然后那时候是一个月5000块然后因为大学那时候刚买的时候其实隔年因为我大一进去刚买然后就隔年就遇到2008年金融海啸然后那时候存了6万其实已经剩2万多但是我有去稍微就是看了一下基金的书然后他是说如果在低档的时候其实应该更需要加码但是因为大学 没有钱还是能傻傻的值就是5千5千存那所以我的投期款其实也有一部分那时候刚好我把他数出来的时候也有50%的获利人家有获利啊因为我觉得他要放长期基金啊不是保单啊对他是存基金没有买保单吗那时候他出出来的保单他是全部资金都进去基金里面他是不含受限的这是一个奇怪的保单就是投资型保单啦对对对对对对对啊投资型保单然后刚刚那时候长期好啦对就是 运气好运气好没有刚刚贴得很凶以后另外一批出来了这些都是运气好强制储蓄这样 其实他现在因为一般小时候都会想说怎么样自己开园多赚钱我就结语了这个你的经验要不要跟大家分享因为你现在的薪资扣掉房贷他刚刚说一个月可以存1万5你觉得不够多所以自己再去开园对你有在假日开饭团店对就是因为就想说6日不想要睡到那么晚所以就是在北大那边有开了一个饭团好一个月可以赚多少钱嗯因为我只卖6日所以大概还可以在净赚3万5左右净赚3万5耶只有6日喔三峡北大人是多爱吃饭团 这是一个商机耶他只卖6日2天耶因为北大的那个生活技能本来就比较不好有人新鲜做饭团比超商好啊哇所以很认真耶6日加班3万多哇塞本金又在你这薪水一加又在上去吗而且我大部分的那个就是就是私出也是就是就是强制储蓄的保险这样OKOK我我我随便算喔他他只有6日然后赚3万5 平均一个礼拜然后就要赚8千耶8千多然后呢一个礼拜要两天一天要赚4千那一个饭团赚15块他要卖300个嗯所以我刚说三峡北大的我可以当叶老师耶你看一般就叶老师是什么他说6日不想睡太晚听到没有6日不想睡太晚他还有一个存钱的方式一定要跟大家分享你去你把你这个买房子剩下的钱你有些存款你拿去做P2P对就是因为那时候就是 有看到这个平台P2P是帮个人借贷的嘛对嗯然后他就是需求需求着那我是攻击者嘛那他有因为他可能他的房子就是刚买了结果他就被资钱或者是刚离职对干嘛然后银行可能没有办法带给他嗯所以他就到这个平台上可能利息会高一点点但是利息多高呃因为我自己收到是一个月大概0.75啊我是我其实没有了解 他就是借给一个月0.75你说好的时候还有一%嘛对不对对他收到0.75所以年利率有10%以上9.5啊对9.5好的时候到10%以上所以是说借钱的人他要拿到10%他要付10%的利息嗯他用月算的啦对啊一个月10%他借钱给人嘛他刚刚讲的那之前房子可能来这边抵押或什么的话他们可以比较高的利息好我现在就要问了像P2P这种年利率到10%现在定存利率才1.09两位大哥觉得这OK吗哦当然年轻人去之落物啊我我先 诈骗集团 嗯所以他这个是这样P2P我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P2P是这样他好像很多小资猪现在在用的方式哦他是一个媒合平台对那十位想借10万啊他去银行不好借那我是一个平台嗯然后他结语刚好有10万要借给他他们两个都成为我这个平台的会员他是资金供给方他是借贷方讲白的就是你就是高利贷汇头啦不是没有我没借而已听说刚好是这样啦差不多嘛但是我刚刚他的风险是这样子他会觉得说我借100万出去利息都有拿到哎一年两年觉得不错哎 后来哦他会创造一个属于假的这个支需求方哦嗯搞不好你就呼朋引伴进来搞个五百万一千万进来因为这一次一千万哦就一次中逃去这样知道吗你走路不去啦你是我走是你走我走也是你走啊你是对啦你平台也可以走啊假的假的你是我创造的可是我不会站在那边所以我们一起走嘛就把钱拿走了嘛对你就被骗了为什么因为只有平台知道你是有钱的嗯其他人不知道说你有多少钱但是平台方会知道你有多少钱嗯然后最后一次 就是把你拐进来哦所以你觉得P2P这个有点危险因为你要去查这个公司的背景啊对啊我查了一下这个公司的背景啊什么二十五我也不敢你已经讲不敢哦完全不知道在哪里啊你今天上这个节目有没有价值了啦这个可能帮你保住一笔资金因为其实这种内容我们也不了解不方便多说啦只是从很简单的你有10%以上的利息高报酬一定就是高风险一定要弄我们清楚因为目前的整个环境再好的债券利率这等等10%都是很高很高的何况是这种P2P你也不清楚它里面的内容物 还是要注意一下没有错要很小心对10位专门在踢破这个诈骗是天下没有白痴的午餐因为所有的网友都说我怎么办是到时候tutsi才说我怎么办可是实际上这些其实一开始就已经语言好了嗯但是因为年轻人听到什么零元投资买方啊对什么零利率啊民地区啊我也听我都知道这个是骗人的有问题绝对是有问题百分之三千嗯嗯嗯嗯有没有什么是年轻人适合比较这个首购进入的区域他选的是北大这个三峡这边还有什么其他地方首购 我觉得首先要先符合到自己的需求因为他是住在土城嘛嗯嗯然后他先生在桃园上班嘛嗯所以他可以买房的位置有两个嘛嗯要不土城要不桃园再来就是所谓三峡另外一个就银哥嘛对嗯然后我觉得银哥也蛮好的前前几天我坐了火车一番哎到银哥坐火车也是30分钟而已啊而且那房价十几万而已都可以所以我觉得年轻人买房哦以什么为主嗯以他自己的需求因为人住都有需求性有区域性爸爸妈妈住附近啊哥哥姐姐住附近啊 或者那个动线交通上班的动线上嗯那只要在那些动线上都有便宜的好房子可以找嗯以这个为方向来找好需求第一再找便宜的好房子对请老师我有什么建议就只有需求因为如果说你住得起就住这边你看土城其实你土城买得起土城有很多二字头的哦在鸿海那一带有很多二十几万出头的便宜的房子你去石家路找一大堆新城物当然可能环境你不喜欢嗯所以你可能是着重在老公跟你的那个工作地点的正中间那是可以的哦这没有大家都这样找房子嗯可是千万千万不要一开始我们讲 不是淡水吗你讲一个那个Uber的司机淡水就是淡水便宜你去买淡水可是你居然在土城工作错所以你说好你在土城工作你觉得哎呀龟山的A7好你就跑到龟山去嗯错嗯不能这样子嘛你只能以工作跟生活圈来扩大去买嗯所以哪里有便宜都不要想那跟你无关嗯嗯嗯嗯嗯OK你回神哦他还在想P2P的事情他讲话现在压力很大他放蛮多钱在里面的OK好贷款方面我们刚才讲哦 现在这个银行的钱变多了好银行想要这个更多的贷放好我们现在有什么方法跟银行谈可以要求到比较好的贷款陈述有啊首先谈到比较好的优惠嗯首先就是你的自己的这个工作要稳定啦你工作稳定然后长期的这个所谓的贷款呢这个收入是有固定的你的存责是很漂亮的嗯每个月有固定的钱进来你可以贷款可以谈到比较好的一个陈述跟利率嗯然后第二个呢你有保人会更好啦嗯如果说夫妻互相对保 或者说父母亲能够来帮你对保的话嗯我觉得那个陈述都会更加的宽啊另外还有一个是现在可以高到多少可以谈到多少八成啊八成啊八成八成没有问题再高就另外要有条件啊嗯嗯那我觉得说有一些银行的贷款是这样比如说你叫你叫台中我只是举例子好不要骂我你叫台中市银行台中银行来放款淡水的房子我跟你讲他比例一定是很低的嗯因为他估不到淡水的房子有什么有那个价格那你如果叫台北的那个 淡水的合作社去估台中的房价要带给他贷款他也不敢估啦所以我觉得还是要找区域型的这些银行来估的话他比较能够估到比较好的一些陈述好像有这个经验对不对对因为我那时候买房因为我想说要带八成嘛然后那时候第一刚买的时候就是代数有说就是他台北的银行他估那个北大那边可能大概只能带到四百多万对然后后来我就紧张了 对然后后来就是再麻烦就是业务帮我问一下代数有没有新北市这边的银行这样然后后来就是台湾信就是就是有带下来这个罢价因为有时候这个同一个建案给很多不同银行评估价钱差很多耶对没有错那个是分行经理的权限就是有些分行经理他觉得可以想要多做点业绩的时候他们会想出办法出来对这一些是分行经理的问题那当然是说如果说你金额过高超过没有就是超过他的权限那没办法 因为台湾看他现在今年啊他到底做了多少房贷他水位还有没有他还没有钱可以借给人家这个要这要一家一家去问但我觉得如果说你想要找的话就记得拿你的公司的名片出来去每一家都去找每一家都去找因为我当你去找的时候我那时候在一周刊嘛那一周刊居然是台湾银行的前一百一千多大的公司所以我拿到比较优惠的利率那是台湾银行的规定因为没有人想到在台湾银行借钱这件事情还有点小补充就是说如果这个银行这个是金控本身有所谓的 这个保险公司那保险公司你跟他买一个顿售的什么保单其实他是摊在240期就是20年240期的这个所谓的缴款里面那事实上你可以可能可以多带一层到一层五然后利率怎么变就是用保单的意思用保单好这凤博老师跟你突然留言一句说又是老鼠会了不知道再回应什么还有人问说有钱就买的定义是多少叫有钱就买有钱就买就是说在你生活无语的情况下比如说我一个月薪水六万块然后三分之一房贷是两万块所以你用这两万块 去买房子或是付房租叫做有钱就买所以如果说假设你今天是赚六万块就你拿到四万块出来买房子那就没有钱就辛苦了对因为你只有两万块吃喝那小孩子生个病你就死定了所以房贷占三分之一就对了三分之一就是这样子叫做有钱就买那没钱呢我只有三万块而已然后我看到你今天房价一去不会你就不要想这么多当然我们也是看到SARS之类的事情也是一路上去所以如果你只有三万块薪水呢你不要想那个一万块房贷的事情没有麻烦你把三万块提到六万块你要做这件事情 我们来看一下刚刚讲这个建商在猛推案但是我们来看最新的数字在这表什么意义呢是不是其实房市还是大家想象中的没有那么好还是偏冷 因为现在看到是六都的屋龄在五年以内的房屋是滞销的比例是很高的六都的在五年内的部分是有百分之四十四已经超过一年都卖不出去这当然可能是买卖双方在拉扯大家都不愿意这个降价然后大家也不愿意买太贵 那么这个比例是远高于屋龄五年到十五年的三十六那么屋龄十五年到三十年是三十五屋龄三十年以上是三十八所以代表新橙屋反而是我们之前讨论过新橙屋是蛮可以买的但新橙屋反而现在滞销比例最高那么最严重在哪边在新北市又出现新北市了这个淡水910间滞销量最多林口也有653间新双有401间双北市的话滞销率最高是在内湖内湖62%北投 61%三重59%哇塞这个数字要怎么解读这个数字我们从两个来解读第一个呢这么滞销滞销代表房价会再跌啊是啊我们刚刚看到你看滞销是在新北市跟台北市为首对不对各位看到今年到现在为止六都是桃园的这个交易量是大于去年13%那台北市是零成长然后那个新北市是2%的成长我们看来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内湖滞销62%我们先举这个例子来讲 因为内湖当初买高价买房子太多了而且全部都clean我们现在讲的这些案子都不是存在建商的手上是在一般的散户手上可是他们都取得高价有在内湖买到90几万 他高价以后呢他交之后拿出来卖没人买我又不降价所以就是放在那边卖一直卖一直卖卖一年两年了 然后又上社会新闻然后又降价了两件事情啦反正我就卖不掉嘛叫我降价我舍不得嘛而且我期待景气会回春嘛所以我不轻易放假嘛 所以这样的房子呢他就卖不掉卖不掉他在上面呢就滞销超过一年了这比例是很高的那这样子的事情呢在于刚刚讲到不管是林口新庄或者是这个淡水这些都是这样那这些不好意思为什么跟建商推案又完全又分开两件事情 因为这些全部都已经倒给不是倒了都已经给一般的客户买走了建商手上是没有他是赚钱的他口袋饱饱了所以他又买地他又推案 因为建商也必须要推案他持续需要推案嘛那所以又来了这些房子为什么卖不掉 因为建商这一次推案的时候比他之前上一波推的同样的房子的价钱又再便宜一点又再更便宜而且是新的 因为土地成本低啊他要制造业绩嘛地零要更好对那价钱又便宜糟糕了这0到5年的这些买租喔 你看前有虎后有狼前面有更多好房子好地点的房子在旁边等着买吧 然后后面呢又有更好地点的建商推出更便宜的案子所以早买市建桃嘛 对吧你一定要这样试痛别人吗差不多嘛 不过你讲的好像也是真的 那现在是买的时间点了吗你说早买现在是不是个时间点我们就看很奇怪喔 这个台北北台湾2019年今年前三屆的推案那种情况我们说已经一堆卖不出去 但建商真的现在还在继续推案 里面最推最多的还是新北市新北市推了3556亿 哇还在成长成长了8% 第二名叫做桃园桃园房子已经这么多了1990亿 台北市是1782亿一直推一直推 而且现在这个包括了建造跟使用执照的合发量 越是创新高代表还有很多案子要推下来 刚刚已经这么多滞销还没有去花又推这么多新案子 是不是像实位真的应验实位一直讲的越买越等越便宜 是这样吗 你要恭喜还是我先讲 我先讲 我不用恭喜他讲的是 你被我证明吧 你先防守你再恭喜 他证明就好了 不用防守 我先防守一下 首先新北各位知道多少人口吗 400万 那过去都推大坪数的案子 你去新庄走一遍哪有什么两房的 都没有很少 那是到五谷那边 周梓阳重化区那边推比较小坪数 所以现在都回到金华区推小坪数 回到板桥市区 回到那个土城什么战坏重化区 很多都在捷印站旁边 他都推小坪数的案子 还有那个江子翠的北区 都推小坪数的案子 这些过去并没有提供供给这种房子 那现在他提供这样的供给 所以他量很大 而且新北人口400万 桃园也是人口正成长 现在223万了 所以这些地方的需求确实是有了 那他价钱推出来又不高 然后那个点又不错 然后坪数又小一点 总价又小一点 就恢复到低单价低总价 所以在抢现在的这个市场 那我还是想 会不会越等越便宜 有机会吗 我觉得 我觉得是有机会 怎么想那么小声 会 但是确实会越来越便宜 难得你们有共识 反正跟你讲 就是其实事实就是 因为如果你从前面听到现在 因为推案量这么大的话 对 你们觉得你今天你的 你的节目的逻辑 就是前面 啊谁说很好 谁说很好 然后呢现在突然间说 对啊前一波套牢 然后现在新的供给来 你要套牢吗 其实你要问的就是 你要套牢吗 你想上车吗 意思是这样对不对 对啊 所以你说不管说之前套牢区卖不掉 然后现在换新的产品 当然是在洗心一波的人上车 然后再给你套牢一下而已啊 其实目前的局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你觉得现在 你还是依然觉得是 现在不是个买房时机 如果你需要就是买房时机 但是呢如果你想要买到最低点 现在绝对不是最低点 他的意思是 不要用投资心态去买房子 对你买下去呢 就当住一辈子了 如果亏了就亏了 按自己需要 我们再回头来一个大家很关心 因为现在如果是房地产 很多人我知道很担心 在看房子 有人看看看到喜欢的 其实我怎么想一下 就马上又成交了 很担心说 是不是真的如严总说的春冷花开了 会买不到自己不喜欢的房子 会买不到自己喜欢的房子 这个时候 國华哥你怎么建议 回家要充冷水啊 充冷水 就是说当你冲动要签约的时候 真的 因为买预售物通常 看房子跟讨论的时候 都很理性 像我们这样理性讨论 但是两个手牵手去看 老公我喜欢 老公你不爱我 我怎么买 我跟你离婚 对 不爱我就买了吗 而且销售小姐很会利用这样 双方这种概念 会操作你 所以其实我觉得 你如果还没有审慎的 这个充分的讨论好之后 先回家冲个凉水 有没有哪些地雷去 大家买房子要特别注意小心的 有啊 我们举个例子 之前有人问我说 那我是不是去 我只是举例子 他住在中和 他住在中和 然后呢 他就想说 我到中和 那我是不是去买土层 土层现在推都推四十几万 我在中和为什么买土层 那你在中和 你干嘛去买土层 没有新啊 错了 你看中和 你看像中和区这间房子 它三十二点二九平 对不对 虽然它三十七年 可是这间房子 有点像在 十六万多 对 才三十六万多 它有点像在台北市安和路 跟 安和路跟那个新一路孔的 那个 巧福幻广场 over 虽然它年纪大 你这个比喻到安和路 over 我意思是说 那种七层楼的房子 因为在中和七层楼的房子 你就看得出它早期 不是盖十二层楼 对 表示它盖的方法 跟盖的趋势好的 滑下 那这样的房子 你看现场这样 你看现在这个屋况 其实是不错的 那你其实 三十六万 你不需要花四十万 去买到土层 土层 你即便是买到三十二坪了 不好意思 室内大概只有二十四坪 那这间房子三十七坪 对不对 三十二坪 里面应该还有二十八坪 三十二坪三十七年度 也是这老房子 对对对 所以像这间你觉得是OK的 是OK的 因为要看房子的屋况跟地点 那像这个是OK 那我们再看过来 右手边这个叫新庄的 新庄的 新庄这间二十七坪 它是二十二楼的三楼 十三年比较新 十三年啦 一坪四十二万 对 这房子能买吗 能不能买 投钱通话去 四十二万都不能 跟十位聊过天之后 不能去随便买 那边都三字头 对都三字头了 三字头 新房子新的要命 你要买个那么老的房子 但是 你现在会有一个错误的印象 就是说当你去看 预售屋推出来的时候 一坪开四十几万卖给你 就说这旧房子都已经卖四十几万 好便宜 预售屋四十几万 十位可不可以买 没有十位说三字头 他讲的 真的真的 建商在卖全新的 这个意思就是说 现在新庄全新三字头 三字头 有好几个建外 全新的三字头 努力去找用心去找得到 随便找都有 不用用心的 不用太用心 我现在坐在新庄 很多人在哭泣了 不用哭泣啊 那个就是按照一开始我们讲说 叶国外讲不是一堆 陪寿区套牢区吗 其实就是那几个区 价格都从那边出来 对 他们因为不降价 因为他确实买高了 可是建商跑得比他快 降价降的速度又比他快 很多人在问三重还可以买吗 可以啊 当然可以啊 菜寮 桥头站 人家不是问桥头 不知道是哪里 人家问的是三重的重化区 重化区那就是靠右边 那更好啦 就是三重最新的重化区 他那个高速公路旁边那一块 理解OK的 因为他现在三重的交通 跟过去我二十几年前 跟十几年前 印象完全不一样 三重因为有了捷运之后 而且有了这些外环道 跟这些捷运之后 其实三重的交通变好了 而且三重的整个居住的品质 也升高了 因为确实 深隔维之辖 深隔维之辖 这个太业子了 我没有业子了 因为我最近常去 我以前根本就不去 不去经过三重 我现在常去 常去以后发现 奇怪变得很大 包括地下停车场 每个学校都做地下停车场 以前三重是没有停车场 你去车就要停在那里 现在到处都有地下停车场 所以路边变得很干净 别人没有那么脏乱 山重的正面 一定的啊 你再打算 我讲我的套 你的地雷区讲一下 我的地雷区最近要小心 我要先预言一下 桃园的龜山的A7 啊 第一个A7 现在一堆案子在那里 我看一下现在哪里热 就哪里 以后三年后就变成地雷区 A7的问题在于空气污染 三年后可能都没有盖好 没有开始盖好了 三年都盖好 好 他夜郭很爱我知道 所以A7是一个 location不是很好 但是大家觉得会便宜 因为那边已经 有钱运啊又便宜啊 之类的一瓶二十万出头 可是呢 到A8就很热闹 有医院有什么都有 就到时候盖好之后 你大核车一堆啦 空气污染一堆啦 所以A7不是一个适合人去做地方 第二个台南的九份子 目前非常的是一个台南的郊区 但是呢九份子的问题 是在于台南的旺季 他以前曾经被炉渣污染过 所以他的地是不好 而且他地质是烂的 他以前是一个那个余温的地 所以他地质不好 居然有建商敢盖一个 摩天大楼怕死人 谁买 投资客去买 因为台南人不买那个东西 台南人要住还是住透天 第三个是高雄的农石榴 农石榴也有问题 因为农石榴前一阵子才有 他原本最大的一个BOT案 结果里面的股东告来告去 互相的跳票 所以他那个最大的利多 没了 他做百万公司商场 那一个BOT 没了 农石榴现在目前有很多 有几个指标的社区 套牢了三四年 几百户正在卖 每个社区都有上百户在卖 卖不掉 第四个 台中的居邻 就是捷运的那个居邻 捷运的那个居邻站 也是个重化区 也是卖的并不够 但是我去研究发现 那个地方没有很适合人居 他唯一的利多 没有很适合人居 这么严重 他唯一的利多是什么 Costco 他Costco设在那边 投资客说 Costco来了 所以要去赚钱 然后就冲去买 很多人买很多 但是呢 捷运 台中的人也要做捷运 你们想一想 第二个Costco是不是塞车 是 我们台北人知道Costco非常的塞 你刚讲到台南 台南很多网友说 现在投资蜂涌而入 我们看这个南部方式强强棍 台南是 之前这个成交没有很好 现在已经判到第二名了 对啊 就是这样子 就是九份子 夸张到一个极点 因为永康以前是为了 那个南科尔去投资 永康都敌不过九份子 九份子是什么 没有人去的 以前是一个全空的地方 对啊 然后突然间 道路整齐啊 笔直宽掌 然后觉得我好像可以投资了 所以投资客就会去买 可是我们大家都知道 因为你去查过去的文献 你就会知道 里面是污染物 第一名是高雄市 很多人说 是不是跟香港有关 香港都搬到高雄了 是这样吗 说太快了 香港正在乱 他不会马上来买 但是 但是我觉得 香港的人 九月份移转最多最高雄 最热 这从去年的这个选完之后 高雄就一直是交易的热区 这一点是确定的 确定 因为过去毕竟 它本来就一个很好的城市 以前我坐高铁 从台北坐满满的 在台中六层下来了 然后台南是在下两层 只剩下两层的去高雄 你看管线末端 根本没人要去 那房间要买什么 当地人根本不捧场 可是呢 现在不一样 现在100个从这边上 可能台中下40个 那台南下 大概20个到30个 30个到40个是下在高雄 所以这样的人流 带动了高雄的能见度 那高雄可以买吗 便宜一定可以 便宜 便宜可以 他刚才讲的那个农十六 有没有 几十户套牢 我听到而已 那都是未来的机会 没有 几百户套牢套到现在 从他江户到现在 都在套牢 我就住那附近啊 你住哪里不台北 不是啊 我是说如果我是住那附近的人 以前那么高 我根本就没买 那你现在套牢你要卖 我当然要捡便宜啊 就是没人买 一瓶二十万 已经一字头了 那就等他一字头 六十九万了 已经等到十九万了 因为他瓶数大嘛 到底可不可以买 我们继续再看下去 今天谢谢三位来宾 这个大家提醒大家 春暖花快 你还是要仔细先看清楚 眼睛要瞪大一点 拜拜 ếu你的眼睛 然后在青春 瞎你也 architects 你跟你们